女子以头发细软,面颊有这位佳,若是全部突出,纯些齿了,则为上福气之相,生活艰辛,内心苦闷,婚后得不到丈夫的疼爱, 印堂宽大,和善自备,与人相处和慕容恰,多数会得到朋友和同事的喜欢,困人员也会不错,加上甜才工丰龙,方产运上家,容易住上大房子,眼皮内双,相顺贤淑,通常能够把家里打理津津留续,谁取到了你,那简直是专到了,无人中过宽,承开颇壮,为人开朗, 同时又具有包容心,的公婆喜欢,投胎一生女大拇指,作为最大的手指,在下学中代表了父母,上半截则代表了父亲,下半截则代表了母亲,其上无杂本八痕,则代表父母安康,大拇指修长的人做事认真,学东西又快,事业欲望,为人低调,真的长辈,爱护和祖艺, 大拇指,明显短出的人,得靠自己白手起家,打下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,拇指若是指头肥大,尚无极强恩怒,反而正文遍布,继伤财运,拇指指头肥大,说明此人性格过于老实,古板,不懂辩通,容易受人牵制, 喜欢听别人的意见形式,天生缺乏做老板,做领导的决断力,即使这个老板他来当,他也是无福销售,注定是一世的打工命薄情寡一男,挑剔是非女,简直天造地设,男生眉毛淡薄,接近于无没有,在感情上不仅仅是自私这么简单,而且都不会为他人考虑,虽然表面会装怂,一旦涉及金钱利益并发联, 不认人,不会练此好旧情,也未发尖,戏巴拉小算法,无男人的大肚胸怀,女生额头对骨,天才公开阔不误事,在爱情和生活中的幻想多,感性面具多,看一场悲情的电影就能哭得甜花乱坠,加上鼻梁飞高,长久的相处,亦产生过重依赖感,就算明知道是渣男,也不愿意放手,八字算卦,风水命令, 手向面向,杨寨不渠,科获则提,运势化解释雷线,八六九四四七九七三 字幕志愿者 杨寨不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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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